大家好,我是七叔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使用奥利巴斯的相机 我之前用的是EM5 Mark II 最近我把它置换成了EM5 Mark III 这两个相机其实发布的时间相隔还是挺久的 大家都在关注全画幅和APS-C的一些更新迭代的时候 其他都觉得只是在功能上有变化 但是在实际上的拍摄的画质 具体的高感的表现上面 其实进化并没有特别明显 M43这边它的高感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短板 很需要提升 我这次换到Mark III代以后发现 它在弱光的表现还有噪点的控制方面 JPEG的图片的处理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我日常使用最高SOK开到6400 千万的像素我觉得也还OK 新的机器它提升了它的高感 还有就是FUND的性能 包括一些视频拍摄的规格增加了4K 最明显的一个体验是三代比二代的反应速度快了非常多 它的使用体验更像是一个当代的无反相机 还有一点去收的过程中也是感受到了 对 对奥尼巴斯喜欢的爱好者还是有一定的体量的 大家都是一直坚持都在玩奥尼巴斯 出给我这个老哥 它是要把这个EM5 Mark III去置换成EM1 Mark III 还是在不断的在这个体系里去升级 这样的一台机器我们日常拍摄 如果说是F4的光圈其实夜拍也还OK 就是不能拍一些快速快门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有F1.8的光圈 基本上全天后拍摄都没有问题 那2084其实是F1.8的25 然后45还有17 价格都不太贵了 二手在千元几笔 那么相比来说全画幅最近涨价比较厉害的情况下来说 如果日常使用的话 MC3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那么搭配 比方说我现在使用的25毫米的镜头 那等效就是50毫米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相对说 比一般的50毫米镜头要近25厘米 那一般都是45厘米 它放大倍率还是挺大的 然后最近除了使用佳能的全画幅线机作为商业拍摄以外 那我日常拍摄都会使用M43-208 4M 所以陆续后面会把最近用过的像1250 17 f1.8 25 1.8 14 150 还有98这些镜头的体验去单独做一个分享 包括一些样张的给大家去分享 那么我是你们七叔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